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来到本期的国服新动态 我是凯凯西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RALU 6.8版本的更新内容 6.8版本拳头改动的第一个看点 就是宝石的重做完成 在拳头设计师的努力下 新版宝石终于带着全新的外形 和大家见面了 不过是不是有点太妩媚了呢 除了外形的修改 还有技能方面也进行了全面的重做 现在的宝石对比原来 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英雄了 不会像以前过于积累 玩法也只有死命的堆肉 而变得非常具有团战价值 技巧需求也更多了一些 首先是宝石的被动 塔里克每次释放技能后 都会强化他下两次普通攻击 这两次普通攻击将获得 额外的攻击速度和额外伤害 并减少塔里克的技能冷却时间 这个被动让宝石拥有了 不错的伤害效果 但最重要的还是普通攻击 减少自己的技能CD效果 这也是宝石的精髓技能 Q技能塔里克治疗自身 以及周围的友军 治疗量取决于Q的积累层数 塔里克可以随时间积累 至最多三层的Q技能 Q技能AOE回血非常的强力 但由于CD较长 尽量每次使用都积累到最高层数 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 W技能 塔里克和友军进行连接 他所释放的所有技能 都将由他和被连接的友军 同时释放 被动效果 增加塔里克的护甲值 激活效果 连接一名友军减少其所受的伤害 激活W后 效果将持续存在 除非塔里克和绑掉的队友距离过远 新版W让塔里克更加适用于团战 W配合E或R技能 将能为团战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E技能短暂延迟后 塔里克发射一阵能量波 全部命中的敌人都将被悬晕 现在E技能没有以前的E技能稳定性强 但团战如果释放得到 将会获得更多的收益 R技能塔里克召唤繁星的保护之力 他和附近的友军都将在数秒内保持无敌状态 这才是真正变态的技能 在W绑的友军后 释放R技能将会使塔里克和绑的友军 附近所有的友军全部进入无敌状态 如果配合千绝的大招来使用 绝对让对面恶心到哭啊 除了塔里克外 新版大热的艾克也遭到了削弱 WE技能伤害降低 AP加成提高 是拳头专门针对肉艾克的削弱 对全AP艾克影响不大 绍兵之商加里奥 E技能消耗降低 移动速度前期提高 法外狂徒格雷福斯被动伤害降低 新增效果爆击子弹造成140%的伤害 如果出无尽的话 会把这个伤害数值提升为160% 无极剑胜E R技能削弱 全等级冷却时间提高10秒 主动效果持续时间 从10秒降低至7秒 击杀和触攻所延长的时间 从4秒提高至7秒 另外还有大嘴的Q技能效果增强 W伤害降低 赏金的W技能攻速提高 冷却增加 被动效果数值调整 奥拉夫WR双双增强 W吸血增加R护甲魔抗加成提高 最后还有蓝薄的增强 Q技能对小兵的伤害增加 R技能冷却降低 装备方面 三款装备进行了调整 首先是腐败药水 现在将回复更多的魔法值 生命值回复略微降低 兵权唯一被动受刃 范围伤害的基础AD百分比 从125%降低至100% 这对上单坦克来说 影响不大 但对EZ等输出高 并且除兵权的英雄来说 影响就比较大了 水银弯刀的削弱 AD加成降低了10点 合成价格降低了100金币 天赋调整 盛宴冷却时间 从25秒提高至30秒 不灭之卧 生命值偷取效果 从最大生命值的3% 降低至2.5% 秘密储备 饼干的回复效果 从20生命值 10法力值 调整为15生命值 15法力值 天赋的调整 让赖线的行为 变得不那么有效了 现在主动进攻 将获得更多的收益 而秘密储备 则是对缺蓝型法师的 一个增强 另外 还有大批量的原画 进行了更新 进行了更新 最后还有角月的新皮肤 献给大家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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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